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EU日本,我是小林 那今天我们来新房之脉 那我背后呢就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项目 它是由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大手开发商所出品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这个楼呢现在还是在建造的过程中 它是在2023年2月份才开始入序入住 我们今天来到了东京都北区的王子神谷 从这里呢,徒步到王子神谷车站呢只要步行两分钟 周边呢也有好几个公园、保育园以及便利店超市等公共设施 这个楼盘呢从2LDK到4LDK的户型应有尽有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楼盘的一些户型以及周边的环境 如果大家对日本的新的公寓楼盘有兴趣 请一定关注这一期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新楼盘占地8262.06平方米 可容纳227户 最近车站是东京地铁南北线的王子神谷车站 距离J2路京冰东北线的东石条车站 步行需14分钟 乘坐地铁到池车站需13分钟 到达东京车站需18分钟 整个大楼钢筋混凝土结构 地上10层 停车场可容纳110台汽车 454台自行车 以及14台摩托车 目前第一期销售正式开始 预计销售14户 户型以3室一厅一位或4室一厅一位为主 实际使用面积在66.91平方米到80.64平方米 阳台面积在11.80平方米到20.42平方米 其中有带露天阳台的户型和带专用庭院的户型 露天阳台面积32.89平方米 专用庭院面积7.75平方米 所有户型为东南朝向或西南朝向 室内设计以呈现最大开放感为主旨 在采光及通风上精心设计 并使室内完美呈现高调宽阔的同时 又使房间具有立体感 全户客三天区域采用地暖系统 并很好地利用空间 橱柜 壁橱 收纳房都安排妥当 公寓入口除了常规台阶设计外 另外为汽车停靠便利而开设了平面入口 通过入口悬崗后 迎面而来的是波纹曲线设计的天井 于二重镂空设计下被阳光普照的大厅 入口处旁边是儿童房 派对室和会议工作厅等公共区域 除此之外考虑到生物多样性 公寓占地内将实行植物栽培计划 旨在打造自然生态完善的一居公寓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公寓价格在5748万日元到8998万日元之间 整合人民币约322万人民币到504万人民币 周边生活设施配套齐全 徒步10分钟内公园超市一楼设施等等一应俱全 距离最近的神谷库公园仅30米 徒步约1分钟 让我们去看看公园环境如何 从公寓徒步不到1分钟 其实也就是十来秒钟 它后面就是这个公寓 然后它是神谷库公园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除了这个神谷库公园 公寓周围徒步可前往的公园有5个 而且有许多游乐设施 很适合小朋友们 从公寓徒步5分钟就可以到达赏宁圣地 御田川 河边的樱花树密密云云 亭亭玉立 御田川边也十分适合散步跑步锻炼身体 那这个新开发的项目呢 第一期已经开始贩卖了 第一期呢 它预计贩卖14户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记得联系我 想看更多的房源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那最后呢 我们依然在附近的街道漫步中 结束本期的视频 我是小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